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今天要介绍什么 嘿呦 当然是最好吃的巴掌啦 这个巴掌是谁做的哦 听好好 是柴龟姨黄屁珍女士 不要以为她只会做柴龟咯 原来种子她也会做咯 来们看一下 不多说了哈 哇 你看 哇 满满的馅料啊 有香菇啦 有这个咸蛋啊 哇 有粥啊 一打开罢了 喷笔那个 那个五香粉的味道啊 我已经整不住了 来 开动一下 试试第一口 好吃 还有那个 花生 还有咸蛋 这是咸蛋 嗯 太棒了 而且哦 它的米哦 我们买很多粽子是 它米是有一些是硬硬的哦 它这一个米哦 它是 蒸到很很软很软 它不会硬硬的那个感觉 你看哦 你feel一下 真的很好吃 所以 你看嘛 买粽子的话 可以去联系它 因为 它是一个 真的 它做什么都好吃的哦 不是在夸奖它 柴贵啊 种子什么 好吃就对了 年糕啊什么啊 甚至粽子 那昨天她的女儿有跟我分享哦 分享什么呢 就是说 她妈妈有讲说 很多东西都涨价 香菇啦 咸蛋啦 粽子啊都涨价 但是她们一粒粽子 卖5块钱 她讲 这个时期真的不可以再涨价了 所以我听了我觉得 很感动耶 真的 现在很少就是说会有 嗯 就是卖家还会想到 我们这些end user 真的谢谢她 然后因为她的 努力 她的勤劳 你看我坐在家里 吹着ACON 可以吃着很好吃的巴掌 太感动了 再次一口 哇